共同社21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日本政府已经就最快24号 启动东京电力辅导第一核电站 核污水排海展开最终协调 22号的相关隔疗会议会做出最终的决定 日本首相安田文雄 21号会见日本全国鱼血联合会会长 保证将全城全责保障日本渔民的利益 补偿核污染水排海造成的生育损失 岸田周一在首相关底 与日本全国鱼血协同组合 联合会会长板本雅信会面 就核污染水排海方针和日程 征求全国鱼血的理解 版本说全国鱼血反对排海的立场不变 并要求日本政府确保相关预算 补偿渔与业人员的损失 按天承诺 日本政府将特别划播预算 在数十年排海过程中将全城全责保障渔业人员的利益 岸田还表示 今后将召开有关隔疗会议 全面研讨和评估排海安全性 商讨对策 弥补不良生育给渔业造成的损失 就核污染水排海做出最终决定 有日媒报道 岸田最快或在周二确定和公布排海日程 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计划一直遭到周边国家反对和批评 中国两国此前向日方提出联合技术问题单 要求日方立即停止强推排海计划 讨论其他可能的安全处置方案 方卫视 虎月日本东京报导